1号下午,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,欢迎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。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秦刚等出席欢迎仪式。 随后,安瓦尔在李强陪同下,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。 欢迎仪式后,李强同安瓦尔举行会谈。李强表示,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就共建中马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,为新时期双边关系发展破坏了蓝图。我们要以此为指引,推动双方合作朝着更高质量发展。 李强指出,中马都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,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,推动更高水平的双向开放,推动融合发展。 欢迎马来西亚同中国的产业链、供应链、数据链、人才链深度互欠互荣,加强新兴产业合作,鼓励双方合作朝着创新、智能、数字、绿色等方向提制升级。 中国愿扩大进口马优质特色产品,加强农业领域合作,增进友好互信,积极开展教育、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。 中国愿同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,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。 中国将继续坚定支持东盟中心地位,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。 两国应旗帜鲜明捍卫多边主义,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共同利益。 安瓦尔表示,中国是马来西亚的伟大朋友,马各界都致力于加强对华友好。 马新政府把发展马中关系作为优先方向,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,支持中方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、全球安全倡议、全球文明倡议,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,推动马中关系进一步发展。 会谈后,李强和安瓦尔共同见证了经贸、农业、海关等多项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,秦刚等参加上述活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